综艺节目饥饿游戏获奖 制作人也允诺了月底到澳门 会履行跳澳门塔的承诺 而艺人吴宗宪也成为 这一届金钟大赢家 他坦言拿下奖座还是开心的 而颁奖典礼之后的庆功宴 中市董事长也到场 一同举杯庆贺祝福 最巨人气综艺节目奖 得奖的是 饥饿游戏 也许拿下最巨人气 综艺节目奖制作人乐坏了 综艺天王吴宗宪 无疑是本届入围大赢家 凭借小明星大跟班三度 综艺大热门六度角株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行程自己答自己的情况 此外过去凭综艺完很大二度夺下 抑制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的他 此次第六度竞争奖项 拿下奖座还是开心 做节目是点滴在心头 那得奖人上台领奖 不心虚才是硬道理 饥饿游戏摘下人气奖 综艺董事董事长胡雪珠 与饥饿游戏主持人和制作人 一同举杯祝贺 欢庆节目得奖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我们最大的荣耀 所以今天谢谢你们 我们也以你们为荣 而饥饿游戏主持群之前要求 如果有得奖必须加薪 制作人也遵守诺言会加薪 以勉励团队的努力 记者台北报导